首先要来关心上个月发生在南投县信义乡的四人离奇中毒案 今天又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发展 有一名朱姓男子向检察官坦诚 他因为不满前女友王美勇移情别恋 嫁给了林静怡 就把葡萄催崖剂添加在米酒里面送给王美勇 没有想到会造成两对夫妻同时中毒死亡 不过先前疾管局跟法医研究所却是判断 他们的死亡原因是肉毒感菌中毒 现在突然又冒出了情杀案 让整个案情变得更加复杂 南投四死命案大逆转 竟然是遭人下毒 前景逮到凶险 慈热林静怡的老父亲哽咽上香窃神 涉嫌下毒的朱姓嫌犯坦诚犯 那嫌疑犯入网后他坦诚 事发前他在工作地点巧遇前女友王美勇 两人喝酒谈天趁对方不注意 在六罐米酒中的其中一罐 摻了十七七的葡萄催崖剂 要报复前女友移情别恋 另嫁林静怡 没想到这六罐米酒被王美勇带回家后 又邀请朋友甜心夫妻共同用餐 一起喝下了朱姓嫌犯的餐毒米酒 捡请警卫舍单位 原本是锁定肉毒感菌食物中毒的方向 最近又在死者林静怡 王美勇 田芙蓉的呕吐物 及其他简体 验出微量的葡萄催崖剂 二绿乙醇 再加上有株性嫌犯自白 案情转为他杀 但下毒的量是不是足以致死 还有共同用餐的另一名死者吴小珍 并没有验出相同毒物 却也接续死亡 这些疑点都有待厘清 王姓死者与另外一位林姓男子结婚 他心生不满 就将这个不详数量的垂崖剂 倒入米酒之中 给王姓女子带回 那因为刚好四位死者 共同使用了这瓶米酒 然后后来就发生这个死亡的结果 目前检方未有的证据 只有胸前自白树和毒米酒 葡萄脆芽剂的成分是二绿乙醇 接触到皮肤后会产生 绿甲醇和绿甲酸的神经毒 临床上超过5cc就会致命 之前法医研究所在 死者偶毒物及血液等简体验出 低剂量毒性 认为是误触或射时 排除他杀可能性 虽然现在有嫌犯及合理的犯案动机 但警官局和法医研究所 目前还是认定死死案 主要是因为群聚A型肉毒感菌 导致死亡 记者黄旧来世杰南投报道